好 那我们把那个照片啊 还有音乐放进来 然后音乐也剪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文字的部分 比如说我要在每一张照片上面写字上去 好 那在文本 T 文字的文本 你点它之后它这里有好几个样式 像这个花字 就是像有设计好的 那你会发现它上面有这个VIP 这个要付费啦 要付费 比较漂亮 好 下面这个就 没有VIP就不用剪啦 这个免费 好 然后你要按这个下载 好 比如说我要在第一张照片 我先点第一张照片 好 然后我要这个字型 好 我就按这个往这下载 好 下载之后它会有个加 它会有个加 好 你按一下 它就会加在你选的那张照片的上面 上面这个就T文字的这个字轨 文字轨 这照片嘛 这文字轨在上面 好 那这个长短就是 你这个字的显示的时间啦 现在是在第一张照片上面 好 比如说我这边写上字 然后每一张都要一样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字的时间 把它调长一点 好 那拉到这边来的话就是 这五张照片都会出现这个字的意思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字的显示时间啦 因为这上面是时间轴嘛 好 所以字的时间从开始到这地方 所以有四张照片 会经过五张照片这样子 好 这样子 好 比如说这两张 有没有 好 那字怎么打 在右边 这里 这里 右边 这里 默认文本嘛 你可以移过来 好 字在这边打 这边打 这边打好这边就跟着换了 好 这边写 好 这样子 好 我们这一张 可以旋转 有没有 这可以旋转 好 那这个位置 如果你要两张三张都一样位置的话 一样的时间的话 它就是位置都会一样 所以你就要调整 这地方刚好都可以显示 对 不然的话就是 这张可以适合 然后到下一张的时候它不适合 这个有可能 这还可以吗 过来一点看看 不会弄到 如果再下来一点 就会弄到冷了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 调整一下 上去一点好了 这样两张就可以一起用 好 这张就没有了 如果你要再调整的话 这一张再拉过来 是不是又有了 诶 字会跑到外面去对不对 所以这个会有点不太适合 所以就把它调回来 两张就好了 好 这样调整 那这张要换字的话 第三张 好 来 第三张要换字对不对 好 一样再选一个花字 这里还有其他的哦 像花字 什么热门 VIP要花钱的 发光有没有 好 渐变有没有 黄色 很多可以选 然后有文字模板 文字模板它是比较花俏一点 有没有 好 像这一种的 它有动画 好 比如说我要这个 先下载 好 按加 好 它就加在这一张上面 好 然后右上角 这里就可以打字 好 这样子好 来 看一下 诶 对不对 好 它移上去一点 移过来 好 这可以通用吗 移过来 两张通用 好 来看一下 可以 两张就可以一起用 好 这个是文字特效 那有没有发现 我刚才照片有在动 照片我有加特效 有没有 好 点照 那是照片特效 就在照片上面 点照片 然后上方这里 有没有 有动画 动画 调节 AI效果 在动画这边 好 我有加上 你可以做这种旋转 好 有没有 好 点照片 你可以加上这个 好 这个是向左滑动 好 有没有 好 点照片 然后有一些动画 镜像 翻转 这是一张一张 单张的 好 单张的效果 好 文字 文本这边 有花字 有文字模板 好 这两个 好 然后点照片 直接在照片 右边有个动画 直接套用就好了 好 对对对对 你也可以一起啊 一起的话 它没办法加动画啦 那不行加 一次加那么多啦 一次一张 一次一张 动画是照片一张一张做 好 文字可以一起做 老师待会转场有专门转场 有 转场在上面 好 来 你现在先做文字 还有照片的 好 来 好 来 来 全部